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二月份第四个星期的美洲360 也是这一个月份的最后一集新闻了 那有时候政治其实就像车一样 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推动 什么时候会辣美 什么时候会辣一辣 handbrake 然后就来一个180度转弯 重东西我们洗头体咩 所以我们还是讲回车啦 让大家看一看车的新闻 消消气 另一则新闻 Honda City Honda Jazz 以及Honda CR-V 成为JD Power 新车质量调查报告中的大赢家 这个质量报告呢 是JD Power 在上个星期刚刚发表的 主要是针对刚刚购买新车 两到六个月的新车组 在这一个期间所遇到一些质量上的问题 来进行评分 那这个评分范围呢 就包括像是设计上的缺陷 还有操作不良 甚至是引擎故障等等 来进行评分的 这一个报告呢 它是以一个被称为 Problem Spur 100 Vehicle 也就是PP100来做标准 翻译过来的话呢 就是说每个品牌里面 100两星车里面 会有多少量遇到问题 来做一个评分准则 那在调查中呢 City Jazz 和CR-V 就分别在他们自己的整个segment里面 拿的冠军 分别是 入门机重型汽车 城市小型车 以及大型运动修路旅车 他们都是冠军 这样的表现也让Honda 在新车当中 成为了质量较为比较好的一个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 从这个列表中 我们也发现到 在运动行修路车的级别中 Proton X70 是问题最多的车款 我们是觉得 JD Power 身为 这个全球极具权威的 一个独立调查机构 在这一方面呢 他们的这个调查 是觉得有一定的公信力的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个成绩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第二整个新闻 Honda City Hatchback 专利图曝光 新一代的Honda Fit 去年刚刚在东京车展上正式发布 当时就有消息传出 这一款小新鲜被称 可能不会来到其他的市场 而是以Honda City Hatchback 来取代 如今这个传说中的 City Hatchback 就有更多的消息了 因为不久前 国外媒体就曝光了一组专利图 这个专利图正是传说中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那从这个专利图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新车采用了和 Honda City 类似的设计 包括车尾部分呢 其实也是 与这个新一代的 City 很相似 只不过它是采用一个 鲜被车型的造型 整体风格呢 是和新一代的 Fit 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感觉的 而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也让我们觉得 它完全是瞄准 Royota Yaris 至于在引擎配置方面呢 我们相信这一款 City Hatchback 将会搭载和 这个新一代 City 一样的一个动力配置 那就是1.0L的 VTEC Turbo 三大温流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 122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173Nm 就不知道你们对 这个传说中的 City Hatchback 会期待吗 第三则新闻 2020 国家汽车政策 以及传说中的第三国产车 正式现胜 那我们就先说一说 这个国家汽车政策 在上个星期呢 政府就终于公布了 我们期待已久的 2020 国家政策 也就是 NAP 2020 在这个汽车政策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政府是有意要往新能源这个方向发展 同时在科技技术上也是有一些计划 同时为了照顾本地汽车业的发展 他们也制定了许多许多的政策 像是在本地组装方面呢 就会分得更加的仔细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Honda 已经为旗下的车款更新了价格 关于这个本地组装汽车的 incentive 方面的详细细节呢 我们相信政府会在稍后公布 那到时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 大家就记得留守我们的网站与频道吧 那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第三国产车 负责第三国产车计划的 DreamH 就同时也在会场上 展出了一台预览车 也就是传说中的第三国产车了 这一台车呢 虽然只是小路的车头以及车尾 但是从这个部分呢 曝光的这个造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台车 似乎拥有不错的一个外观 相当令人的期待 那根据之前 DreamH 所公布的资料 这一台车将会是一款 介于B segment 与C segment 之间的 B segment PLUS 四门轿车 而且还会采用Hybrid 混合动力系统 来作为它的这个动力配置 同时呢 DreamH 它也强调 这一款车将会拥有一个 可以负担的价格 同时还会具备驾驶热气 使用空间 低油耗 高科技配备等等 来作为这台车的卖点 在高科技方面呢 他们就有提到说 这一台车还会搭载 车载互联网系统啊 先进的主动安全辅助配备等等 那说到这个先进安全配备呢 其实 DreamH 在之前也是有公布说 他们就找来了 Dihatsu 这个润系品牌 来作为他们的这个技术上的合作伙伴 但是同时 Dihatsu 也是有强调说 他们并不会提供动力配置 而是仅仅限于高科技技术方面的支援 那这一台由 DreamH 所开发的第三国产车 预计将会在明年的3月正式发表 它拥有一个看起来相当不错的外形 然后又有 Hybrid 又有高科技的配置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台传说中的第三国产车 而你们觉得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第四则是因为 Suzuki 将会重归我国市场 其实在这之前就一直不断有消息传出说 这一个日本品牌将会再度回来我国市场 但是都纷纷被当时和 Suzuki 传出绯闻的代理商 挑出来口不认了 那这一回本地媒体 Malaysian Reserve 有再度报道说 Suzuki 已经确认将会重归我国市场 而成为大马 Suzuki 代理商的正是我国汽车业的巨头 NASA Group 了 根据 Malaysian Reserve 报道 NASA Group 之前就找上了 Suzuki 而且已经确认他们将会合作 让NASA 成为 Suzuki 在我国的代理商 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 NASA 和 Chevrolet 已经停止了合作协议 而这个 NASA 呢 他们就需要另外一个汽车品牌 因此就找上了 Suzuki 无论如何 相信许多人都很期待 Suzuki 再度重归我国 那我们就可以买到官方的新一代 Suzuki Swift 已经很多人都很爱的 Suzuki Jimny 了 Suzuki Jimny 这款车 Recom 版本目前在我国的卖价 都已经要到13-14万令吉的一个等级 如果说 Suzuki 重归我国市场 然后官方版卖一个10万令吉以下的话 相信会非常有看透 而且 Jimny 这台车 它拥有那么多的改装部件 非常的好玩 就连小便我本身啊 如果真的是在卖一个10万令吉以下的话 我本身就想买一台来玩玩看 改装成一个 Baby G63 所以 NASA 请你快点把 Suzuki 带入我国市场吧 第五则新闻也是最后一则新闻 我们就来点暴力的吧 首先我要说的是三台车 分别是限量版 Honda Civic Type 2 新一代的 Toyota GR86 以及 Toyota Hilux AMG 我们先说一说这个限量版的 Type 2 好了 这个限量版 Type 2 是 Honda 上个星期 官方发布的一个最新车型 主要是冲着夺回纽柏林 最速前驱的荣誉而来的 那为了夺回这个荣誉原厂自能是进行了更进击的处理 所以这台 FK8 就进行了许多轻量化的处理 像是换装和PBS合作的 20寸轻量化断照轮圈 移除掉隔音片等等 也让这台车再度减重23公斤 同时原厂也针对水冷系统 还有刹车系统进行升级优化 轮胎也从原本的 Continental 换成了 Michelin Pilot Sport Type 2 轮胎 悬挂也进行重新调校 变得更加的激进 然后方向盘也一样进行重新调校 以为了给这个司机更好的一个路感回馈 为了呢就是得到更快的全速了 就不知道这个限量法的Civic Type 2 能否取代目前 纽柏林最速前驱车 也就是Link & Core 03 Science Concept 成为最新的这个霸主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第二台车也就是送豆腐很好玩的后驱跑车 Toyota 86 将在明年迎来大改款车型 那就外国媒体爆到呢 这一款明年将会发表的新一代86 这一回将会纳入Gazoo Racing 赛车部门的旗下 也因此新车将会改称为Toyota GR 86 那这个新一代86有什么特别呢 首先它将会延续上一代车型的模式 也就是继续和Subaru合作开发 不过新车呢 据说将会以全新平台打造 而这个平台很有可能是基于TNGA平台 延伸出来的一个全新底盘 那采用这个TNGA呢 也因此预计 新车将会拥有更好的一个操控表现 至于动力部分呢也是一个亮点 因为这个新一代的GR 86 据说将会有可能搭载 涡轮增压引擎 很多人都觉得现行款的这个86 虽然说是拥有200hp左右的最大马力 但是比较现行的一个加速表现呢 还是不够好玩 也因此这一回呢 这个新一代的86 采用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预计将能够满足这些车迷的要求了 而这一个全新的引擎呢 预计它的最大马力表现 会达到255hp 听起来还蛮吸引人的 而且预计原厂也将会继续提供六速手排 以及六速自排的变速箱供销费者选择 就不知道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新一代86如何呢 你会期待这一台车的到来吗 最后一台车也是最暴力的 那就是民间传出的这个性能版 Toyota Hilux 不过这台Hilux不叫GR Hilux 而是叫AMG Hilux 为什么我这么叫它呢 因为这个外国的改装厂 就疯狂的把AMG 最经典的6.3L V8自然进气引擎 塞进了这一台Hilux里面 玩玩啊你以为 那我们从图中就可以看到 幸好这个Hilux的引擎是够大 所以这个改装厂呢 就很完美的把这一具V8 塞进了它的引擎室里面 而且看起来还相当的整齐 只不过这一台Hilux 并没有采用AMG C63原装的 7速自排变速箱 而是改用一个手排变速箱 这一具引擎呢 在AMG C63身上 是拥有450hp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率只是高达600Nm 在搭配AMG的7速自排之下 0-100加速只需要4.3秒 而这一台Hilux呢 采用了这个V8 搭配手排变速箱以后 就不知道它的0-100加速 会是如何呢 只不过我觉得无论如何 这一台外观非常低调的 Hilux AMG 在0-100的加速表现方面 绝对足以下到许多的超跑 而且它的外观非常低调 想要伴族吃老骨的话 绝对不是问题 这一个 针对这一台车 我真的是要用 BRO不要玩来形容它了 在这里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台AMG HILUX加速的时候 它猛烈的排气声浪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360的新闻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别忘了按赞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别忘了点击小铃铛 我是小铃小编 我们下一周再见 拜拜 拜拜 我去玩过了 我去玩过了